蓝颖的总统人选到现在 一直都没有产生 外界也都觉得物理看花 我们来看看像是黄伟翰 大家会觉得说 这个伟翰哥看起来是比较青蓝的媒体人 他怎么样讲 他说因为其实前一阵子就有传出说 韩国瑜也要纳入到这个 国民党的征召民调当中 好这个消息目前没有被证实 可是已经传开来了 如果说真的 这个韩国瑜真的纳进去 那么侯友宇的支持度 一定会被稀释 那如果再经过党中央的操作 到7月份的时候最强的 恐怕就是朱立伦了 所以朱立伦一直没有把话讲死 说他一定不选 他只是说民调不要纳进他 征召也不一定要看民调 征召也可以看耐达度 是不是 来 曹会委员 对啊 孟起 顺着你刚刚这句话 我们再接回林涛刚刚说的 就是初选有办法 征召有时辰 意思是说征召就没办法了 办法都要定的 我们刚刚听起来的状况 就很像是这样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本来还以为 这些什么耐达度 或者整合度 都是这个坊间传闻 就是几大派系 几大门派互相杀来杀去 丢出来的这个术语当中而已 那本来林涛是说 绝对没有啦 这些东西都是大家这样说说而已 可是你这样子在说的时候 就有点跟朱主席说 都从来没有说死 说一定不选一样 林涛刚刚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在刚刚 你刚刚从头到尾只说 我们就是选出一个最强的 但是什么叫做最强的 其实真的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真的就是 征召里面的没有办法 我们最强的 什么是最强 那如果我们撇开 刚刚的形容词的话 其实我也是有听过 其他蓝营的朋友在说 说的就是这几个名词的 长篇大论一点的文章 什么意思 他就是说 如果是郭董不可能 因为郭董有很多小故事 他在中国的小故事 在哪里的小故事 这个东西如果到时候讲出来 我们就不用玩了 说其实是什么我不知道 因为可能他们蓝营的比较熟 可是这句话跟耐打度 听起来不是很像吗 就是怕郭董爆了 就是万一打到一半的时候 不耐打 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 然后就不见了 那这样子的话 他们推出这个候选人 不是也要 意思就是说 我要成为候选人之前 一定要身家考察过 中间有没有哪一些雷 不然选到一半 糟糕了怎么办 耐打度嘛 对不对 那另外的这个 叫做整合度 整合度的话 就是蓝营朋友 在说的长篇大论的 就是说 我们侯友宜现在是最强 没有错啦 但是你要那些眷村的老阿伯 要能够真的把他出来投下去的话 我看只能够叫他们 含泪投票 这个才有机会啦 那到底用什么样的感情 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说服他们来含泪投票 这个还很难说啊 所以这就是整合度的问题嘛 那郭董可能就是因为知道 哦 这些长篇大论 化约成刚刚说的耐打度跟整合度 所以我耐打度如果不行的话 那至少我整合度 要能够先抢先啊 所以在四月初的时候 他就站出来公开的跟蓝营说 鞠躬敬礼说 对不起我之前做的不够好 是不是可以再给我一个机会嘛 所以这样一出一出的整合下来以后 大家会发现 哎呦 坊间传闻 这个蓝营在征召里面 除了民调数字这种量化的标准之外 这个不量化的这种凭借于主席的 或者是凭借于其他的这种植化因素 耐打度整合度 很有可能真的就是要加上去 才能够产生出所谓最强的人选了嘛 所以林涛你刚刚越解释 解释完以后我反而觉得 哎呦 这个传言可信可信 那我们如果来看 这个同一个民调里面 这个交叉分析 确实啦 你看 在侯友宜的这个支持度里面 你可以看得出来 在国民党里面 其实真的就是侯友宜是最强的 因为其他的比较起来 真的就是侯友宜一支独秀 可是如果你要说是整合度的话 那真的就是郭台铭 其实是远胜于侯友宜的 所以现在这个传言 一开始在一直往这个 所谓的整合度这边推 我想他后面代表的意义是 侯友宜确实是还没有在蓝营当中 定于一尊 他虽然最强 但没有定于一尊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 我们可以看出来 他是从高峰在往下走 所以如果我是蓝营的操盘手 当然我们应该不应该评论 国民党的这个操盘策略 我们标准回答通常都是 国民党的事情 他们自己考虑就好了 我们通常是这样 不过我是觉得当一个人在往下走的时候 他还不赶快表态或提名 这个能不能够止住叠视 这个常常就是我们在旁边看戏的人 会替他觉得说 哎呦你这个策略对吗 对吗 是 国民党现在一天不提名人 其实党内的分裂会越来越厉害 因为每一个可能来上节目的人 或是不管是民意代表 立委议员被媒体读问都会说 那你是挺郭派还是挺侯派 这个立法院大家也都要做出表决 现在看起来 三十几位听说都是挺侯友宜的 那挺郭的 好像目前只有陈玉珍大声话出来 那约会姐我们来看 因为其实除了刚才讲民调 好像侯友宜越拖侯市长民调越走下坡 不过呢像是这位媒体人维安 他对于侯市长的选情 是比较倾向乐观一点的 他说他觉得这个民众党的支持者 对于务实可信能做事的侯友宜接受度高 在萨卡都民调当中 可能因为民众党支持者 可能还是会挺柯文哲 可是萨卡都到最后 如果回归侯跟赖的PK民调当中 可能白色力量阵营的人 就会来灌给侯友宜 好这样的分析 对于侯市长来讲 其实对选情来讲 蛮乐观的 来 玉慧姐 我应该要先讲伟安 因为伟安他长期以来 都是侯友宜的最大的一个支持者 那不管是在写文章也好 在做评论也好 他一直都是鼓吹侯友宜 他一直认为侯友宜是国民党内的 最强的母鸡 这当然是他长期以来 他的这个想法 他的一个支持 所以引用他的话 你就会看到 他对于这个侯友宜的支持比较多 可是侯友宜他现在 其实我们看民调 像刚才巧慧委员给大家看到的 民调其实是看一个趋势 那从去年的11月26号 在选前 侯友宜的那个民调真是高 那他每一次出来说 让我做更多的事 服务更多的民众 大家就在想说 你是不是选到新北市的市长 你就不去选总统 那尽管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还是高票当选 你看看那个时候的民调 将近39%这么高 就接近40% 可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因为他还是持续的维持 刚才这个妹妹所讲的 好好做事 后来有什么三平三安 然后接下来我们听到 全部都是空话 他的这个支持度是直线下滑 那个支持度其实是一个趋势 你一旦下滑到一个程度 你除非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 你要做一个V型大反转 其实也需要时间 而且也需要有契机的 那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我们到现在还没看到 侯友宜有这样子的一些契机 而且侯友宜其实最大的弱点 其实就在于他的国际观 然后正好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们看到蔡英文总统 不管在美国也好 或者是回来到台湾 我们听他讲得非常漂亮的 一口这英国腔的这英文 我不知道为什么 网络为什么有这么坏的粉砖 竟然把两三年前 他讲的一段的 这个中秋节的 这个庆祝的英文 把它放出来以后 不听还好 一听大家就惊呆了 所以这个就会让大家去思考说 那侯友宜适不适合 来作为台湾未来的领导人 结果穿了一件大衣 然后大衣的袖子 竟然让他的手没有看到 就袖子太长了 叫Smart Casual的一个穿法 竟然穿出来这样 不晓得是谁给他做设计 这些都是让我们看到说 一个领导人 你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 你的格局 未来还是要代表我们台湾 然后出去的话 你看蔡英文代表台湾 你会觉得光荣 你会看到大家在看到他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是作为台湾人的一种骄傲 但是你会看到像柯文哲这样 或像侯友宜这样 那个光荣感跟骄傲还会存在吗 这个就必须要来问 因为伟安他说到说 侯友宜的票 未来就是民众党的票 会倒过来支持柯文哲 白色力量的部分 老实讲我觉得也很困难 因为民众党他要为的是什么 他好歹也要为了 他自己民众党的未来的生存 那如果柯文哲选的是总统 他不是选不分区的话 那他不管是如何 他要保住他的这个政党 所以他的票 如果全部倒到国民党那边的话 那民众党不就自取灭亡了 所以老实讲 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个推论 其实是就自己自嗨 那刚刚讲到郭台铭的部分 郭台铭这次去美国 事前据说国民党内部 这个是知道 所以他知道说 有可能有一个内参民调的方式 所以他希望能够去美国 见到一些重要的人物 来抬高他的身价 可是这次去美国 我们并没有看到 他的这个 见到了哪一些重要的人物 蛮多好像都是青年交流的安排 对 或者是视讯上面的一些 那过去呢 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也讲过 那他在支持这个 过去他跟川普一起戴那顶帽子 他宣布他要参选的时候 得罪了民主党 然后他在威州的这个投资 到目前为止还没实现 然后搞掉了一个共和党的一个州长 所以这跟美国的关系也没多好 那所以你觉得郭台铭 他在这个整个的我想商界 那或者是在中国可能又有另外一些的 所以到最后我认真的觉得 看来看去国民党里面 过去从边缘轮现在到这个正常 我觉得真的就如同刚才林涛所讲 好像看起来是有朱立伦比较正常的感觉 因为至少在国际观上面 那我们知道这个朱立伦过去 他在这个国民党长期以来 是一直被当成太子 二号人物来培养的 所以他至少这过去也在学校里面教过书 所以感觉上朱立伦应该会比 这个遇到郭台铭也好 或遇到侯友宜也好的 这个麻烦会少很多 但现在就看这国民党内部了 对如果这个耐打度看到最后 会不会最强的真的就只剩下朱立伦呢 来主席怎么看 因为其实刚才来宾们讲了一轮 或多或少都有提到 其实有关于侯友宜能不能出现 国际观这一点对他来讲非常的重要 那看看人家郭董啦 还有现在柯文哲的人是在美国 这些想要算的 都要去美国洗礼一趟回来 你觉得侯友宜是不是也要跟进 也要安排一下访美的行程啊 不是啊 如果昨天你没有那个实力 去厨房可能漏气会更大 不见得是好啦 出去如果漏气就靠婚了 对啊 因为你家人是问你一些很厉害 很清楚的问题 很敏锐的问题 你不能讲错嘛 不过我以私人感情 我是希望看到朱立伦出现 我是大学住同宿舍的 那可是呢 我觉得啦 大家刚才刚才说整个宝 我觉得我们都没有想到一件 到最后 共匪要哪吵手要哪 如果共匪决定要给谁 怎么做 很简单 你知道他过去三年多 都用佛林基飞越海峽中线 一直哼啊 如果选前大概两三个月 国民党派出一个人 或者现在啦 现在也可以 那个人如果去了 去出访中国北京以后 回来 中国突然间把那个 绕台飞行突然停起来 你猜这个会不会产生很大的 那个后座力 对说台湾人突然间 国民党真的有效哦 国民党的好生意真的有效 即使在目前这个分裂的状态 如果有人做这个动作 而且共匪认可了 这是有可能的 这有可能 因为他一定不用本行李嘛 我说你这个人 你看马英九七 大家本来就在怀疑说会不会 会不会中国突然把那个飞机停飞 对啊 他这 定于这三四年就做这个准备 我一直跟你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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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专机前 我突然间某一个人来访问之后 我就把他停掉了 这就给他打算了嘛 因为毕竟台湾人还是不想打仗了 所以这个不然的 我们要注意 会不会耍这个花招 对 如果以这个 刚才我都同意了 像虎佑余 可能观点 他也 那个支持也不到那个程度 所以他对国际 对中国 而且我再猜 中国也蛮怕他变成第二个李登辉 就说国民党出来台湾人 到后来没怎么控制 那 郭台铭的问题 我一直感觉 他为什么一直要选总统 他一直要把孙总统 甚至东孙总统 拿来当做他跟中国谈判的筹码 因为他很多事业在那儿 中国他没你惊 没你管理多好 你只要不听话 他可能就把你脖子掐死 我在猜他可能有东西在 共培那边被掐住 所以他只好拿整个台湾押注 并且做他的筹码 那我们台湾人 真的愿意选这样的总统吗 而且我觉得他讲话很笨 他说哪边有刀哪边有枪他就会打哪边 所以台湾要放弃 要把我们手上的武器丢 你这样能当总统吗 你当了总统又就把台湾的武器都丢掉了 然后就等着人家来统一你来打你吗 这很怪 这样的人我只觉得他不适合当总统 明年的总统大选 我们真的最怕中国介入我们的这个选举里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就来看 国民党现在其实提名的顺序跟民进党是完完全全相反的 民党是确定了赖清德之后才要进行立委出选 那国民党是要先让立委出选先开跑 最后最后才要来决定到底母机会是谁 那我们等一下就来看 这个周末蒋万安已经分别见过了许巧新跟费洪泰 协调的结果到底怎么样呢 等一下回来一起来关心